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拜登在一个募款才会 面对他的支持者的时候 讲得非常的明白 他就讲说 中国现在就像一个滴滴 作响的定时炸弹 而这些坏家伙碰到麻烦事 他可能会做一些坏事 上礼拜我们就讲 拜登这个是对中国 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指控 你怎么可能一个国家的领袖 对另外一个国家 做这样的指控 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依据 你到底看到什么 我们刚刚也谈就是 没有想到中国我们看到 在这个李嘉诚以七则 卖掉他的房子 我们看到了很大开始 出现了十兆元的 这样的一个亏损 我们也看到了毕贵元 今天也说 他有十一档的这个基因 他现在已经停止了运作 更可怕的是 他的中融体集团 现在居然很多的基金 你现在本息都不能发放了 感觉一个金融风暴 隐隐的形成 可是中国的大麻烦 可能还不是如此 中国现在我们在讲 他不是这样通缩吗 现在中国所有的价格 不涨反跌 你有多可怕呢 现在特斯拉又在中国降价 在中国降价 你知道了 他的model y model y有一个长续航班 长续成的航班 在中国他卖多少钱 卖132万 可以你知道 一模一样的车子 他跑到了台湾来卖 在台湾卖的时候 居然这个价格高达212万 也就是同样的一部车子 你在中国卖跟在台湾卖 台湾居然要贵 80万以上 那只有一个特斯拉 model y是特例吧 没有 现在中国的车市 根本就是杀了一片的邪害 不止中国的车市 杀了一片邪害 我们看到中国的手机 中国这一季 六月的手机出货量 竟然比上一季 少了20个百分点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我们看到 中国中芯国际的毛利 这个在对他们来讲 是半导体最后的希望 现在中芯半导体的毛利 居然连跌六系 他现在干嘛 他现在毛利要跌近 只跌到20% 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数字 虽然讲到 中国如果连中芯赚不到钱 你的手机出货量 非常的低 你最有希望的 这个所谓的电动车 杀了一片的邪害 毛利率越来越低 那这个国家 要拿什么跟国际来竞争呢 好 在这一段里面 资深媒体人王立德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瑞德一号 大家好 好 刚刚看到就是 现在中国不是讲 他们现在在通缩吗 他们现在经济在衰退吗 经济非常的糟糕吗 你有什么感觉 你就帮我们举个例子 你说我们可以比较model Y 现在特斯拉 又在中国杀架了 在中国杀架 针对就是model Y 针对model Y 这个长续航版 杀到哪里 杀到132万 可是在台湾 同样的车子 竟然要卖到212万 而且目前中国经济 有两大难题要解决 一个就是我们讲到了 房地产爆雷 你知道彭博已经 把他统计出来 这个恐怕会波及到 2.9兆美金左右的 2.9兆 中国的信贷业 这个是非常的严重 彭博 对 彭博说的 这是第一个难解 第二个难解是什么 刚才宝杰讲到的通缩 现在是中国降临的 通缩的魔鬼来到了中国 你想到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只要讲两个东西 一个东西叫房地产 房地产 房地产 我问你 现在中国房地产是涨价还是跌价 跌 在跌价 另外第二个 重要的这个产品之一 车子 车子站在中国 也是在跌价 也在跌 在 所以现在中国是什么东西都在跌价 这就是一个通缩的磨审来到中国的这个状况 那你想说谁又催了一把 我必须说伊隆马斯克 我觉得他似乎是有点点不怀好意啊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他今年7月去访问中国的时候 当时中国就说我们不要降价了 他还签了一个叫做公平竞争的协议 结果没多久都要毁约 然后没什么事情 他就开始在降价了 他又降价了 他现在又宣布新一轮的降价 他针对Model Y 这个包括说像长城续航板 还有高性能板 全部在降 约莫是一万四千块人民币 折合新来币是六万 所以原本的一百三十八万 降到一百三十二万 然后原本的一百六十万 降到一百五十四万 然后还不止这样 各降六万元 Model Y他说 Model 3他说我没有降价 但是你只要买我们的这个 入门级的这个版本来说 我会给你所谓八千块左右的 这个人民币的保险补贴 所以这也等于是变价 变向了这个所谓叠价 所以他在Model Y跟Model 3 他都给你降价 那你知道为什么 我说这个很夸张吗 我们比这个Model Y的长城续航板 他在中国卖一百三十二万 他在台湾没有降价 他还卖了两百一十二万 价差八十万之多 在台湾卖两百一十多万 在中国只要一百三十二万 而且我觉得他接下来 还会再降价 所以事实上现在中国的这个状况 而且还一降价之后 那他本身股价还好 但是比亚迪啦 未来啦 这个小李奇车 小鹏奇车 全部股价倒成一片 因为大家知道说 这个杀戮竞争恐怕 倒霉的不是特斯拉 倒霉的是其他业者 好 所有你常讲 血流成河 现在在中国的车市 特别是电动车厂 电动车厂的车市 真的是血流成河了 而且这个特斯拉 开了第一枪之后 你知道谁第一个反应吗 谁反应 Volcewagen 他开始给你降价 他也降价 他有两款 这个上汽跟大众一起做的这个昂徒X 他马上就给你折了26.5万 然后另外一个上汽跟这个大众推了另外一款图观的L的新能源车 他也给你降了24万 所以你 一口气降26万 一口气降24万 因为我们知道Volcewagen得这个福斯不是卖得很好 那好啦 那干脆你要降价 我就一次杀了这个彻底 你降6万台币 我降26万 我降的是4万给你杀 那你想说只有他们这样 没有 现在马上福斯降价的时候 中国一个造车系是叫零跑 零跑汽车 他就开始降价 他每一个降价大概说 约莫降2万人民币 折合新台币是8.8万 你看他也降 降8.8万 那另外一个吉利的这个极客的这个车子 他马上也给你降 这个3.7万 约莫新台币是16.3万 那你想说怎么那么夸张 大家都在降价 另外一个MG MG算是比较低价了 MG低价之后他也开始降 他给你降2.6万 也就是说你买这一台车 现在只要这个约莫折合新台币 是37.3万的这一台车 那你看奇瑞 然后不知道欧拉 然后挪扎 然后未来 全部都给你降价 所以等于是特斯拉一开枪之后 大家全部跟进 现在中国的民众要买车很便宜 问题是中国人现在根本没有钱可以买车 可是我先讲 中国的电动车的毛利已经非常低了 再这样杀价还有得赚吗 当然 我跟你讲 如果这样下去来说的话 中国的这个电动车恐怕会倒成一片 可能除了这个比亚迪 或是宁德斯他会赚钱之外 恐怕其他业者都会有面临到非常重大的 这个亏损的这个局面 你说现在对汽车来讲已经不是技术问题 而是采力的问题了 卖一台赔一台 现在变成是一个 这个你能 谁能够活到最后的一个生存之战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那款手机 那手机 中国手机过去都是一大成长 结果好像六月之后 中国手机出货卷下降了20% 而且中国的品牌降了非常多 降了20% 也就是说事实上 叠价大部分都是叠在中国的这个手机市场 特别是中国的自由品牌 那你知道事实上现在他们这个骁龙这个GN2的这个晶片 然后16GB还有512的这些 突然就降价1120块 Vivo的这个价格来说 如果我们对比这个台湾的Zenfone的这个价格 这个规格来说一模一样 但是它比你便宜大概1万块左右 所以那事实上现在中国的手机 真的杀得一塌糊涂的这个状况 你手机都是啥 最夸张是这样 叫华为有推出一个叫Nova11的这个手机 这个手机 这手机其实价格不贵 一万三千四百块的台币 但是你看它有一个 华为为了要刺激这个销量 你知道它在里面加了什么 它里面加了一个这个北斗卫星在这里面 还有这个昆仑玻璃 它研发出来的东西 所以也就是说大家都拼命在这 把这个规格把它降低 这个规格把它升级 然后价格把它降低 用这样来抢夺市场的一个状况 而且中国现在最后的希望的 半导体希望就是中芯 像华尔街日报卷 中芯面临全方位的挑战 连方位就是它的毛利率一直下降 下降了以后 他刚刚讲 它毛利率快只接近20%了 对 没错 我们讲 事实上中国 它在整个金元代工里面来说 有两家公司 一个叫中芯 是他们的大哥 另外叫华鸿 是他们的二哥 那最近一段时间 公布了一个财报来说 它公布了毛利率 这一季的毛利率是20.3 20.3 什么意思呢 它连续已经六个季度 一直不断地在 原利率往下滑 表示什么 表示它现在的获利状况 开始吃紧的一个状况 我们台阶不都在五成六成吗 对 它已经降到20%左右 那另外一个 这个中芯国际的 这个首席执行官赵海军 他就说 第三季来说 恐怕还有这个量增价跌 就是还是会持续地 往下跌的一个状况 那不是只有他这样 连这个华鸿 华鸿是第二大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他们的金元代工 他也是说 你看他的毛利 约莫是16到18 你看 更惨 他们的毛利跟台湾 都有一点非常大的差距 所以那实际上 现在中国 我们的毛利差一倍以上 对 中国的半导体 现在也面临到相当大的 这个局面 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些公司之外 还有包括说 像这个我们讲到 这个AI的这个小龙 也都是出现一个 获利亏损的 一个局面的这个情形 好 那刚才讲的 华尔街市报要特别提到 他7月人民币新增贷款 新增贷款呈现 断S的下滑 断S的下滑就代表 没人敢借钱了 没人敢贷款了 对 事实际上 过去我们不是说过吗 李克强在评断 这个所谓经济 他有说 人民借款的这个情形 就没想到你看 7月的这个人民币的 这个新增贷款 还有社会融资 都是断崖式的这个下降 也就是说你看 你就知道 前者创了这14年来的新低 所以也就是说 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整个中国的这个人民 不想要用钱 也就是他们根本没有 没有其他的投资的管道 跟投资的机会 我就不要用钱 所以在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的经济 似乎是成长动力 出现到非常大 熄火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刚才谈的是 现在中国最值得注意的是 他的雷曼时刻 什么时候会到来 因为他现在这个 因为房地产的关系 影响到他的金融体系 现在真的 已经有一个中融机构 这个中融信托 已经付不出本金跟利息了 我刚才不是讲吗 中融这个信托 出现问题的时候 这个彭博社说 这个恐怕 这个股炮 现在会到达 2.9兆美金左右 2.9兆美金是多少 我跟大家混算一下 大概是92.8兆台币 你可以想想到吗 92.8兆台币 因为是台湾 我们台湾的一年的 这个GDP大概是16兆 是我们台湾五六年的GDP 就这样子 有可能在这个时候 可能会面临到非常大的风险 所以我才说 各位你要知道吗 雷曼兄弟来说 他也没有那么大的 这个所谓不良债款 但是目前为止 中国恐怕这些 不良债款到底有多少 没有人知道 所以这是中国版的 雷曼兄弟时刻 恐怕要来到了一个状况 所以那这件事情来说 中国已经成立了一个叫紧急的危机小组 现在国务院正在努力的在处理 国务院 他们很怕 万一这件事没有处理好 恐怕会让整个中国的经济 就从此一去不回头 好那这中职系的中融信托 到底是什么 他现在的范围广吗 他的金额高吗 有那么严重吗 我跟他讲 这个金额非常非常高 譬如说以这个中融信托 他大概这次爆雷的 他旗下大概有3600亿人民币 然后种植系统大概是1.5兆的资金 但是问题是 不是只有他们会爆 因为他们是第一家爆 现在大家担心的是 恐怕爆的人会非常多 会连还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主要投资的 都是投资在房地产上面 那中国这几年所有投资 所有那种理财商品来说的话 全部都是投资在房地产上面 我跟他讲 这个问题恐怕比大家想象中 都还要更加严重 为什么更加严重 保洁 照理说中国在2020年的时候 习近平说不能再炒房子的时候 他不是有设下所谓的三条红线吗 三条红线是针对银行体系 你要给我守好那三条红线 你千万不要去 银行不要借钱 不要再借钱了 就银行从2020年 大家都不借钱了 问题是从2020年之后 这些银行 这些他们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银建业 钱从哪里来 就是从大量的这些募款平台 那些理财商品全部的 这样子下 所以他们等于是 中国房地产的最后一只老鼠 就最后一只老鼠 现在准备要爆雷了 那爆雷的规模 恐怕高达2.9兆美金以上 而且大家讲 现在这个是什么 是中融信托 中融信托是在 这根就是在中植的这个企业集团 中植的企业集团很可怕 它投资半导体 机械设备 游戏影视 黄金珠宝 还有重金属 连衣服 企业固 连石油 蓄电池 园林设计 它都有 那我如果我今天中融信托付不出钱 就代表我的中植集团 不能抑注你 那代表中植集团也有问题 如果中植集团有问题 那就是4.4兆的问题 所以我才跟你说 这是一个传导效应 现在恐怕 整个中国房地产 造成的这个效应来说的话 对整个所谓的理财性商品的 这个所谓融资平台 会出现到非常大崩盘的危机 所以你讲说 拜登讲那个 滴滴作响的定时炸弹 就这个了 保健 我跟大家说 就是拜登在过去一段时间来说的话 他其实很少会针对一个国家的经济 去说这些话 那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一定是他看到了非常多 内部我们看不到的资料跟文件 大家都非常清楚 因为其实拜登跟习近平 也见了非常多次面 他对中国也非常了解 甚至是他在2008、09年的时候 他也处理过美国的金融海啸的问题 所以来说 他说的 大家觉得要非常的仔细 中国的定时炸弹 真的可能引爆了 好 董事长 拜登在讲这句话 也就是他在一个木桿三会 对他的支持者 讲这句话是什么 中国是一枚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中国陷入麻烦了 为了要维持经济成长 他曾经以每年8%的幅度增长 现在只有每年2% 而且他讲的 这个坏家伙如果碰到麻烦事 他会做一些坏事情 他讲 他说在那个场合里面 他说我不想伤害中国 我也想跟中国保持一个理性的关系 但他对中国的未来 做了一个非常惨淡的预测 如果说中国当局 现在每年的GDP的成长幅度 剩2% 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事情 这怎样 这个开玩笑 这全世界的问题 不是只有 不是中国的问题 他如果2%的话 表示这整个 在这一块的这个引擎 整个就是熄火衰退了 中国这引擎没了 对啊 那对你美国影响大不到我不知道 但是欧洲已经挂掉一大堆嘛 你像那种德国要依赖这个中国的企业 全世界有多少要依赖欧洲企业一大堆啊 包括法国啊 对啊 还有这些意大利 意大利还一带一路呢 那这些国家怎么办 可是中国现在的问题真的那么严重吗 现在中荣信托的 这个炸弹现在爆了 中荣信托这个 等于说我本利已经还不下去了 中荣信托本利还不下去代表 我后面这个宗慈系 也没有钱给你了 还有我们拿这个类比是当年的红元企业嘛 红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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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元企业一段时间 他们都吸机吸了一大堆对不对 对 后来去干什么 他跑去炒股票对不对 然后转投资 对 投资了一大堆公司你记不记得 对 就跟这个现在不是一样 他故意把他的资产兰 资产部分做大 他负债部分就相对的可以扩大 然后他其实他的资本性来源是流动资金 他流动资金当固定资金用 他这个一定要倒的嘛 这是老鼠会 专家在旁边嘛 这最简单的道理啊 那为什么他可以让他这样搞 为什么他可以搞那么大 因为他后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水池嘛 有一个money pool在后面 什么水池呢 就是房地产的大企业 像那个吸水的大海绵一样 他吸不光一直吸一直吸嘛 那他就是一个仲介 他信托公司 因为我过去以前呆过的就是台开信托 信托公司做什么 做仲介嘛 我信托公司是一个仲介单位 从你这边金主这边吸的钱 然后看起来是在做资本栏部分做得很大 包装得很好 很大企业 好几兆 那个后面的负债很高 可是不管他 他把那个钱来干什么用 他把那个钱来放给这些房地产的高利贷 就是高利贷出金的时候非常大金额 一次可能几亿几亿几百亿几千亿再出 但问题是 那个房地产的钱进去以后他怎么回收 他卖掉啊 不许三年卖给谁啊 卖给鬼啊 三年整个房地产 你整个清零三年的公司飞倒不可啊 房地产怎么可能活得过来 所以他是因为COVID-19的关系 当然光是讲我不要讲别的 不要讲本身体质不良 就光讲过去COVID-19的三年的时间 他有市场 他有他这个整个的资金 跟他的资产的关系会变成会活弱吗 不会 不可能吗 交易停滞嘛 他就回不过来 回不过来 回不过来 他怎么办 工程要继续推动 交房要继续交房 然后过去现在利息要继续缴 因为他们过去杠杆太大嘛 所有的中国房地产企业所有资金来源 全部是借来的钱 他们不是本身的钱 而且他们既然是干什么 去买地嘛 所以买地是跟谁买 跟地方政府买地嘛 那地方政府就把那个地卖掉以后 拿很多钱去发薪水 去做自己的所谓投 也开始做很多城市投资公司 又循环回来了 所以他整个是一个大型的 一个费货货 你知道吗 那这个金融金融的游戏玩到现在为止 泡泡就爆掉了 我刚刚听完赤通讲完我才吓一跳 原来布林布林把他估计说 两亿多美金 两兆多美金 2.9兆 2.9兆美金 你认为中国顶得住吗 顶不住吗 我不知道 你看拜登讲那个话更离谱啊 剩2%耶 2%顶不住了啦 2%要中国内部要内乱啊 有这么严重吗 他2% 他我跟你讲很简单一个道理 中国的GDP要维持大概6%的成长率 6%成长率 他的失业率就可以平衡 他现在今年已经 我看他掉到 今年第一季已经到4%多了 如果拜登估计是2%的话 我告诉你 当年现在年轻人 学校刚毕业出来的人 通通没有工作 一两千万人没有工作怎么办 对 听说现在习近平准备要 跟他以前的经验里面 要搞文革那一套 上山下海 要鼓立人去成下山 要去到 下港 要下乡啊 要知识青年下乡 下乡干什么 那不是那个年代 现在小孩 他不会跟你玩这一套 因为制度不同的 而且风气不同 资讯的流动也跟过去不一样 共产党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要搞这个事情 现在问题是 如果是真的 一个2%的成长率 出现的话 而且 这种刚刚讲的 今天中国大陆 产生所谓通缩的 这种所谓的退 它的这个 整个经济开始产生 算后退缩的现象的话 那是世界型的危机啊 台湾要小心哦 台湾要小心 他出疲惑要干什么 他闹事嘛 他一定 他每天飞机过来 多来50架给你搞 台湾现在美国这么紧张 会啊 他会来打台湾的 不是开玩笑 他是内部问题外部话 他这些不稳定 为什么那么多不稳定 你看火箭军也出事情了 然后这边军事 这边将军也开始调整人事了 然后这边金融又开始爆雷 那你认为习近平要怎么干 那他开始 我就闹事 他一定闹事嘛 然后更倒霉的是 你看见没有 风不调雨不顺嘛 对不对 国不泰民不安嘛 现在淹水 倒霉嘛 那个台风是韩国 韩国民主的台风 不舒累 就台湾转弯就到北京去了嘛 那这个搞的结果 他那么多事情 你认为他不会闹事吗 不知道他政权怎么维持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 不要认为 不要把光是 把光是看他 用这种出洋向的心态看他 我们要戒胜恐惧 怕他万一打过来怎么办 好 国队 另外就是这样的 现在中国最可怕的是 他离世界真的越来越远了 他开始真的有一点 关门自己来做生意 当你关门的时候 他就越来越不在乎别人的感觉 因为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到 你现在2022年的第二季 你的外商直接投资 还有377亿 现在2023年的第二季 只剩下48亿了 杀头生意有人做 赔钱的生意没人做 全世界都不敢在中国做生意 从377掉到48 因为利润一直往下赔 现在大家都赔钱 这是他自己统计的 上半年的利润 中国大型企业降了16.8 港澳台降了12.8 所以变成大家在通缩的状况之下 大家都在赔钱 所以直接投资 去年的第二季你知道 是上海封城 是377亿美金 如果再到前一年的话 一季是有1000亿美金 现在只剩48亿 是二十分之一 连零头扣掉都不够 太可怕了 代表没有外商直接要去 中国投资 只剩少部分的人 48亿美金 少得非常恐怖 以前中国是吸引全世界的人才 技术资金 最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一季就有超过1000亿美金 377亿 是非常糟的数字 已经是糟糟的数字 现在更糟 代表什么样 所有外国人直接外商都逃光 所以微软的linked 干脆直接收掉不做 因为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再来他蚂蚁金服也不让他上市 这些外商也失去了信心 我就直接都退出凯蕾蚁 这些都退出蚂蚁 凯雷都跑了 对 因为你迟迟不给人家上市 我总是要赚钱 这世界上只有杀头生意 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 没人要做 一切都跑光了 再来是什么 很多投资的外资也开始绕跑 为什么 因为在中国有超过60%的基金 不赚钱 你基金不赚钱 投资人就赎回 他赶快要浪杠要跑 再来对冲这些最敏感的 因为这些最适学的 业赔钱有超过三分之一 没有赚钱 所以对冲基金怎样 大量的只剩 大量的解剩 解剩了越来越多 有在中国重新设立的 只剩五家 没人要去中国做生意 而且大量的基金 现在都在赔钱 所以你不是连投资基金的 全部都跑了 对 没有外商直接要投资 投资基金 这些也没有人敢投 因为都在赔钱 而且风险越来越大 难怪华尔街现在对中国的 性质越降越低了 对 所以中国国务院赶快说 要把外商找回来 颁布24条 结果日本人就马上跑出来说 你根本没有变比较好 虽然这边说要招商 给外商更好的条件 结果你现在要去中国签证 越来越难拿 这边好像在对打一样 所以我们要讲的 中国的经济是谁在负责 是国务院在负责 弄了一个24条 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大量加大 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 结果我在做这个事情 另一方面国安单位 所谓的警政单位 审核越来越严格 你还要填什么 你在中国很多资料 例如你中国有些 真正公司的存在 根本有时候 我想投资哪有公司 还要缴交正片银行的户头 这些都不存在的东西 因为你没有去投资 都不存在 你怎么拿得出来 就会变成怎样 到中国的投资人跟游客 越来越少 至今越掉越多 整个中国变成外国人 都不敢进去 跟世界脱锅的状态 所以人少了 钱少了 都少了 对 所以变成是 没有人想要跟中国来做生意 而且管制越来越严格 这个是最新的 特斯拉现在连机场都不能进入 因为你开哨兵系统 就会入到中国关键的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越洋的机场 前面就有一个特斯拉不准进去 直接公布特斯拉不能进去 所以降价打不赢特斯拉 我直接用国家的力量管特斯拉 像黎智英这个 也是不能监控 不能让大家看到 所以中国监控国安单位 虽然一直希望外商来 但是国安单位越管是越严 好 体会 现在中国的问题有这么严重吗 对啊 真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 我说真的 拜登讲这句话 其实有点像猫哭耗子 假慈悲的概念 你想想看 整个对中国的贸易制裁 是谁开始先打的 那就是美国先打嘛 从川普开始打嘛 那打了之后 拜登就延续下去了 完全没放开 对啊 而且当时你还记不记得 你想说 他不想伤害中国 他希望跟中国保持理性的关系 但是他对中国的未来 做了一个非常惨淡的预测 过去中国是每年8%的成长 现在只剩下2%了 对啊 那为什么中国会惨淡呢 当然他有内部他的问题在 但外部来讲的话 也有这个贸易制裁的东西在 你记不记得当初 连日本政府都编列预算 补助要求日本企业 离开中国大陆 那美国他也是同样的要求 把美国企业 全部都回到美国去嘛 所以等于说 外资的撤离有一部分 除了投资环境不好之外 还有他本国政府 要求自己的本国企业 回击嘛 所以简单来说 中国他现在面临到内外患的原因 是内部来讲 其实美国早就知道说 你就是这种体质 那你这种体质 我一打下去的话 你绝对惨在那边 早就知道了 对早就知道了 那你想想看香港的议题 香港国安法下去之后 结果美国也发动制裁 前几天拜登的签署行政命令 又把香港澳门都制裁下去 本来香港是可以拿到美国的 比如说晶片科技的这种东西 结果现在也拿不到了 那习近平不是说要变成晶片大国吗 晶片大国本来是可以透过香港 拿到美国的技术 结果现在拜登也把你这个 整个路全部都封起来了 所以什么意思呢 你今天要成长也不是了 你今天整个要把外资叫回来 人家也不会回去了 然后你成本也增加了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的这个所谓的贸易标准 也跟全世界不一样 那你今天自己不改革 所以今天大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美国出这些招数到底要干嘛 从以前来讲 美国出的招数就是 我跟你经济融合之后 你会不会有中产经济出现 你会不会中国民主化 现在我用制裁的方式 来逼你是不是也会造成 内部的这个动乱 那你会不会中国民主化 其实他其实是有最后面的那个目标 是希望你中国能够共产党下 对 因为他们有个说法 就是当你习近平 你不是两任 你要去到三任的时候 美国就发现 整个全部翻脸 不可能了 也就是说他其实关键点在哪里 在习近平决定要进入到第三任任期的时候 美国终于看清楚这个政权的一个 比如说邪恶性来讲 所以我才讲了 其实真正出手的也是美国 那今天拜登虽然讲一句话 叫做他不想伤害中国 但是事实上他所做的事情 都在伤害中国 所以到底是这个所谓的鸡跟鸡蛋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前因后果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 而且你说其实拜登的公开 有人讲说他老怀民电影 有人讲他电灾导师 你说没有 他如果针对重要议题 从来没有电灾导师 而且都是非常精准的 是 而且白宫的发言人Kirby 都出来这个证明说 这个总统讲的话是对的 而且他们是有情资的 有资料的 就显示说中国正在进行系统性的一个风暴 那这个风暴就可能引起一个定时炸弹 这个定时炸弹到底什么时候 就会爆起来 会影响到哪些国家 其实现在美国不管在军事跟经济方面都非常关注的 好 玉逢 另外就是拜登 来做另外一宣布 他宣布进入了国家紧急灾难状态 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我们才看到了夏威夷 夏威夷上礼拜的时候 礼拜五时候不讲 他就一片大火 可是这个火过去了以后 你发现那太可怕了 那根本就是一个战争后的场景 对 因为我们在上礼拜看到的时候 空拍只是觉得说 哇 怎么满山遍野都是野火 但是烧完之后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冒移岛 一个光光盛地度假天堂 竟然整片全部都烧成焦黑 都变成废虚了 变成碳化的一个情况 在这个画面最可怕 这是马路 对 这马路 然后两边 有些人往北边 有些人往南边 然后要走的过程当中 竟然火就到了 然后他们在逃弹的过程当中 来不及下车 直接活生生被烧死 所以说这些车子都 这里不是停车场 对 他们这些车子不是平常停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道路 他们本来所有的人都是要搭着这个车子 离开这个现场 就发现 这些车子已经被烧成废铁 这些车子已经完全不堪使用 那里面的人呢 里面的人就是直接被烧死在里面 就那队员到了现场之后呢 有看到那些大体一些遗骸 想说把它爆出来 一爆出来 然后爆到手上的时候呢 碳化了 直接碎勾勾就滑下去了 而且最可怕的是 这个画面 其实旁边就是海滩 如果他们来得及逃的话 他们有些人是直接跑到海里面 想说你躲到海里面 跳到海里面就好了嘛 可是为什么有些人 就是已经看到海了 已经在海边了 为什么来不及 因为有朵拉台风 它造成它当地的这个风速 非常的快 他们的大火呢 他们经过计算 一分钟 你讲一到六十 它就烧了超过一公里 你等于说你看到 山上有火 上了车 砰 火就到了 火就到了 来不及跳跑 一点六公里 所以才会发生说 有些人 你看到一边 这是比较外围 我一边开车 一边前面是火 后面也是火 我根本来不及逃 来来回回 之后呢 发现这些人全部 而这画面最可怕 这是一个小狗 已经碳化在那个地方 我们把马赛克起来 这个画面其实非常非常的可怕 现在来讲 贸易岛 他们搜索的桌上 中间那个马赛克 对 这个马赛克其实是一个小狗 它已经完全是碳化的一个情况之下 都来不及救 那这就是空拍的画面 而且 满山遍野 你看看刚刚有一个驾驶的画面 那个画面 它还可以变得出东西南北 他说很多为什么困在里面 旁边有海 你为什么不能离开 他说没有办法 这个你还有一点点能见度 他说有很多的地方 当大火来的时候 风大的时候 他说一点能见度都没有 你根本分不出东西南北 对 所以有些人 他干脆就是跳车 然后用跑的 那种骑脚踏车的方式来逃走 现在来讲 拜登说 现在这个夏威夷的炎火 是重大灾难区 而这个地方的警察局局长 讲说 现在家属 你必须要提供什么 DNA样本 因为很多的家属说 那我的亲人呢 他直接告诉你 你恐怕就踩在你亲人的骨头上面 因为这整片 你看起来这个脆稠稠 这个黑化的关系 其实很多时候 邻人的遗体就发生在这 掉在这里面 而且 你现在不是刚刚讲 你现在在马路上 马路上这些车子全部被烧毁 车毁 他说 你是一个接锅 一个接锅 对 所有的房子 你好像被经过轰炸一样 所有的房子全部都毁掉 那房子毁掉 他说 我里面所有的设备 完全都没有了 对 其实你用空拍机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说 几乎整个城市 整个贸易岛都被火烧过一次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是离开了 已经火已经烧完了 那烧完之后 变成这个样子 他们说空拍机上面 整个城市都在燃烧 逃难的时候 都是火焰 再加上农烟 你东西南北 你根本不知道往哪里走 来不及逃 被火给包围住 有些人顺利逃出来 是赶快尽量往有水的地方 海里有海就跳 心理的留下来 可是当地的居民说 现在根本就是 做了一场噩梦 最可怕的事情是 他们现在来讲的话 遇到了很多的一个空气灾难 像这个画面 就是顺利跳到海里面 你跳海里面 上面就像不像打仗 像不像敌军来袭 大家拿了尺寸 他掉在海里面 对 赶快把自己的这个鼻子给蒙住 然后呢 这个浓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有些人没有被火烧死 最后呢 是被浓烟给呛死 所以呢 有运气好的 来得及逃的跳到海里面 来不及逃的 就是这样子 噼里啪啦 就全部倒在贸易岛上 而且刚才讲 有一个逃生者想 那个多可怕的是 他说飞人 他跟他弟弟讲说 你不会有事的 对 可是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两边的火都来了 而且白烟不断的 往这边灌过来 你根本分不出东西南辈 对 在这个来讲的话 根本是一个天灾 加上人祸 因为火非常的 来得非常的快 然后呢 再加上最近呢 这个贸易岛 整个夏威夷三个大道 都干旱 都没有下雨 所以呢 又烧了起来 烧起来之后呢 哇 根本来不及逃 现在来讲 而且他说热到什么程度 他说烧到时候 每个人的感觉上 我的身体好像在着火一样 对 我一边着火 一边看那个烟在冒 我分不出东西南辈 就可以知道 那多么惊慌 他们说呢 场面就像战地一样 四处都在爆炸 甚至有些人 是看到车子里面 有人着火了 但是想要靠近 去救的时候 来不及 甚至 因为那火真的太烫了 你这样救他 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往前 所以说 感觉什么 四面都在爆炸 对 有如战场 等会你看他的眼睛 你看他这个眼睛 也太惊恐了吧 应该没有人想到 在贸易岛 这个度假生地 会有居民 会有消费者 进来会有游客 出现这个眼神 这个真的是太可怕了 而且 现在刚刚讲 现在已经叫 他只在整个救援里面 只有三趴 对 还有很多的地方 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现在来讲的话 整个贸易岛非常的可怕 我们先来看一下 before跟after 这个是原本的画面 一个床屋 然后后面有很大的house 但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house只剩下骨架 前面的船 船不会不见 全部烧光了 全部烧光了 然后再看这个画面 这个你看 非常的漂亮 可是全部变成黑白了 不是我们去调色 而是你原本是 原本都是这间房子 全部都烧掉了 烧掉之后 就变成这样子 就变成一片焦黑 那现在最惨的一件事情 是说 就像宝洁哥说的 他现在只搜寻了3% 只搜寻了3%的情况之下 他的网路又断了 你看 原本这个是 有百分之百的 但发生爆炸 发生大火的时候 一瞬间 没有网路了 有些人 你甚至想求救 你也没有办法求救 所以现在来讲 并不是说 死亡人数的终点 恐怕只是一个起点 你继续搜救下去的话 你会找到更多的遗体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